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玩鱼缸的朋友仔细看一下 鱼缸景观可以做的这么漂亮 就是大自然当中的某一处小景观 你们有没有感觉它非常的自然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热带雨林当中某一个地方 水下是盘根错节的树根 长了很多的水草 还有很多的热带雨 水面以上有很多的苔藓 还有热带雨林的植物 非常的自然 可能很多朋友在做鱼缸景观的时候 不想把沉木放的那么高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沉木放高了以后 上面点缀一些空气凤梨 会非常的漂亮 通过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分享 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想法 完全可以弄几块比较高的沉木 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景观 当然了 咱们不断的给大家分享这些鱼缸景观 也是为了让你们有更多的创意 你们可以去模仿这个景观 一定要亲自动手去做 可能你们看到这个景观感觉挺简单的 但是把这些素材放到你面前 让你自己去做 真的很难很难 如果你也是鱼缸造景爱好者 那就尽快动手操作起来